好 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道不一样的香煎脆皮豆腐 食一吃酥等于风一吃酥 食一日酥要白日风 我是奇善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好 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是老豆腐 把它改一下刀先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为了等一下煎的时候那个皮更脆 我们要裹点生粉上去 这个是玉米淀粉 裹点玉米淀粉上去 等一下煎的时候就会更脆 裹粉我们就开始煎它 我们把锅烧热之后再放油 好 我们把锅韧一下 好 我们粘连的把它轻轻分开 煎好一面再煎另外一面 这个菜一定要用老豆腐来煎 你比较好煎一点 好 我们看一看 看看另外一面 如果那边煎得有点金黄就可以把它翻过来了 好 这边是脆的 这个豆腐一定要煎得有点金黄了 等一下焖起来才会香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也煎得有点金黄了就可以 把它装起来先 好 我们把豆腐煎好之后呢 把那个豆腐盛出来 我们放点姜碎下去 再放一丢丢油不要太多 好 把这个姜爆出香味之后呢 我们先把火给关小 关小一点来调个味道 好 首先放一点点松茸树蚝油 好 再来一点松茸 松茸也是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很香 为了使颜色更好看 我们再放一点番茄沙丝 好 我们稍微的炒一下 再次把火烧开 稍微炒一下 放点水下去 好 不用太多 我们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刚才煎好的豆腐放下去 稍微的焖煮一下 把那个汁焖有点干 好 把火关掉 最后来上一点芝麻香油 让它的颜色更明亮一点 这是一道香煎脆皮豆腐 我来尝一下 豆腐一定要烫着才好吃 今天买的这个豆腐非常好 那个豆香非常浓郁 这个豆腐外面裹了一层玉米淀粉 煎得焦香焦香的 有点脆脆的 里面很嫩 非常好吃 好 简单的 好 简单的 好 简单的 的 清风 很高興